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2016年10月17日因为膀胱癌不幸病逝 享受63岁 对待演艺视野 贺君正向来尽职尽责 甚至拖着病体还坚持拍戏 面对婚姻家庭他更是一位好丈夫 好父亲 那么在他生前究竟发生了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今天便给大家分享演员贺君正的故事 2016年10月17日知名乡土剧演员贺君正因膀胱癌病逝 享受63岁 消息一出让不少演艺圈的友人震惊 贺君正当年曾和学生情人彭雪芬合作演出拒绝联考的小子 小市民的狂想等 近年来他则演出多部本土戏剧 最后的一作是民事的电视剧《嫁妆》 在戏中他负责扮演一名老实的陶海人江树根 与艺人陈英杰扮演一对夫妻 贺君正在剧中个性老实 据民事凤凰经纪人表示 他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同样的个性 是一位好好先生 人很棒 非常照顾后辈 在片场都还可以看到他带领后辈们一起演戏的身影 贺君正在拍摄《嫁妆》期间 感觉身体不对劲 去医院就诊 没想到诊断出患膀胱癌 虽然经过手术割除 一度报受约10公斤 嫁妆杀亲后他还接受了近7个月的化疗 没想到最终仍然不敌病魔 病情急转直下 感染败血症不幸离世 而曾在剧中饰演贺君正女儿的艺人罗巧伦 听到他病逝的消息十分震惊 连问记者多次 真的吗 他整个人吓到差点说不出话来 罗巧伦表示 贺大哥很敬业 每次都骑摩托车来现场拍戏 但大家都很担心他的身体 他也有跟我说 年轻人拍戏不要别尿 要不然就会像他一样 最后膀胱出问题 而罗巧伦在杀亲后没有跟贺君正联络 还以为病情控制住了 没想到突然传来噩耗 据了解 贺君正一开始做化疗 半年后应转移到08才做电疗 生病期间 他对妻子和孩子仍十分挂念 个性谨慎体贴的他 担心妻子常望东望西 于是抱着病体 写下许多家里大小事提醒妻子 他的妻子表示 贺君正临终前完成最大心愿 是把已故母亲的骨灰移到西纸公墓 当时他还亲自看过墓地 而且贺君正生前喜爱收藏许多家具 古董 石头和木头 也特别交代 不能把这些收藏品丢掉 贺君正速来禁止敬业 在矮末后期 结束手术后 仍然回到剧组拍戏 身上背着尿袋 还要回院化疗 他的家里经济负担重 主要是被宏达电股票套牢 一千多万 制作人赵金虎透露 贺君正要钱不要命 但明是凤凰艺能公司 仍然继续帮他 完成赚钱的心愿 贺君正平时不咽不酒 之所以会患癌 除了有憋尿的习惯 一部分也和他股票惨赔有关 因长时间心情不佳 省力和心理都受到影响 当初贺君正会一头栽进股票市场 主要是跟着岳父一起玩 好的时候曾约入百万 但后来股票赔钱也坚持不卖 因此才会被套牢 而且贺君正临终前还有将近 两百万的负债 如今他离开 妻子和年近三十岁的两个孩子 必须扛起来 此外 贺君正在医院中提到 希望妻子和女儿 儿子可以承接 继续帮他操作股票 但妻子和一对儿女 看着他玩股票大起大落 不愿重蹈覆辙 于是 这就成为了妻儿唯一 未能答应他的医院 而贺君正生前低调不爱麻烦别人 不希望打扰及让情友担心 只希望能够静静地离开 病态前他嘱咐妻子 要等到他过世后 才能通知熟悉的友人 以及经纪公司 贺君正妻子和一对儿女 也遵照医院 追悼会到场的一人 只有田蛙 张富贵 以及五号生三位 不过民事从董事长郭培红 总经理王明玉 节目部经理 好校组 以及制作人赵金虎 到工作人员 有不少都亲自到场上香 而好友陈美凤和高欣欣等人 虽然味道 但也用白包之意 1954年1月13日 贺君正出生于台湾 从小在高雄长大 他的父亲是山东人 母亲则是台湾澎湖人 1978年 贺君正考取中影和永生合伴的演员训练班 成为十位录取人之一 同期学员有胡慧中 王富士 张淳芳 苏明明等人 他入演艺圈后 贺君正任劳任悦 而他的敬业也被圈内人所熟知 贺君正去世后 与他认识三十多年的艺人田蛙透露 他以前经常来我家 我妈妈会炖鸡汤给他喝 他外形斯文 一直很照顾人 平时不怎么说话 脾气也很好 一到片场就像变了一个人 从不含苦含泪 一直对自己完美要求 他从报纸上知道 他过世的消息很难受 于是我决定 一定要亲自到场 送他最后一程 此前与贺君正合作过 阿波拉的三个女人的演员张富贵 表示贺大哥真的是拼命三郎 之前他才一出院 隔天就来现场拍戏 而且还是到台南 身上背着尿袋行动不便 我们看了都很不忍 有一场吃饭的戏 要坐在板凳上 他还拿着靠枕 我们问他为什么不休息 他说还是要跟大家一起努力 然后一上戏就人来风 跟刚刚聊天时的样子完全不同 这就是自身演员 值得我们学习 对于贺君正生前的一座嫁妆 ET Today 娱乐星光云 也归纳出其四大独特之处 带大家来认识这部戏 该剧以父母关心子女婚姻的心情为主题 因此出现不少婚嫁剧情 324集剧情中总共有7个女演员出嫁 分别是柳芳姿 江素帆 李慧如 洪家燕等 平均每46集就有一次女演员出嫁 每个月都有结婚喜事 也算是该剧的特色 当然剧中有好人喜事 坏人恶事也不可缺少 林泽西饰演的洪家昌 在前半生坏事做尽 让所有人都恨得牙痒痒 不止父母亲家打骂 就连路人也气他买黑心油 走在路上被狂打 统计一下不分男女 全剧有超过20个演员都打过他 这也算是另类有趣点 他最后洗心革面变成好人 还有洗白昌的分号 该剧贴近大家日常生活 一度创下收视破6的好成绩 剧组更到日本青森出外景 创下盎档戏到国外拍戏的记录 到青森红前苹果园 八驾填缆车 青森大桥 金青铁道等15个地点趋近 三春深舞 也特地在此戏中客串 此剧也是本土剧最佳荧幕情侣 陈昭荣 叶全真 回归民視的第一档戏剧 陈昭荣睽违五年没拍戏 再度返回本土剧战场 不选择拍十年戏的三类 而是选择民視 让八天党战局有了新的局面 两人剧中饰演夫妻 扛收视大旗 让这部戏长期稳居收视第一暴坐 面对贺君正的薄姓离世 也给大家敲了一个警钟 在此之前 许多人甚至不知道 膀胱炎膀胱癌这个疾病 也不知道它会给人 带来什么严重的危害 据了解 膀胱癌的前期是膀胱炎 其症状表现为尿频 尿急 尿痛 下腹部肿胀 周末血尿等 很多患者是在夫妻生活后发的病 需要及时到医院检查治疗 临床上膀胱炎治疗以抗生素治疗为主 特点是见消快 能够快速缓解症状 所以大计量的抗生素 受到医生和患者的认可 然而抗生素的使用却为患者埋下了 成为膀胱炎反复发作人群的祸根 抗生素毒副作用较强 只要是肝脏损伤 严重的会影响听力 并且使身体的抵抗力下降 抗生素用久了 会使细菌产生耐药性 使药物效果变差 甚至无效 严重危害公民的健康 膀胱炎患者使用抗生素时 需要注意 一是不能随意使用 需要有针对性的用 应该根据细菌的不同 使用前做专门的药米试验 选择对致病菌最为敏感的抗生素 大量使用广普抗生素的行为 容易培养出耐药菌 所以最好应该用 做过药米试验的膀胱炎中程药 如利尿消炎药丸 二是不能只用抗生素 抗生素的作用是杀菌 可是细菌却是一边被杀 一边高速繁殖 这时配合有抑制细菌繁殖作用的 中程药治疗 按细菌繁殖的特点给药 能有效抑制细菌的繁殖 可以事半功倍的 减少抗生素的使用 同时 患者最好使用一天 服用四次的膀胱炎中程药 这样能够保证全天有效 血药浓度 跟上细菌的裂变繁殖速度 膀胱炎的反复发作主要是由于使用 抗生素造成的泌尿系统免疫力下降 其膀胱炎往往千言不遇 一转为压临床表现或反复性膀胱炎 甚至发生矮变 导致膀胱炎患者的精神压力增加 诱发其他严重的疾病 因此为了病人的长久健康考虑 治疗膀胱炎最好 能用有效提高人体免疫力的膀胱炎中程药 细菌在人体内分泌外毒素 被杀死时又产生内毒素 不但会引起全身毒血症状 出现发热、头痛、白细胞增多等炎症反应 也会造成不可逆的肝脏损伤 形成各种其他无法治愈的慢性疾病 所以只有配合抗生素 选用能清除内外毒素的膀胱炎药物一同使用 才能更好的治疗膀胱炎 生命只有一次 健康不能重来 大家一定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健康 不要等到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 才开始无止境地后悔 那样为时已晚 最后 愿天堂没有病痛 敬爱的贺大哥一路走好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